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六点过后才这样讲 但是原本也是想睡觉 今晚凌晨三点有42公里的纯码比赛 原本是整天下午要睡觉一下的 但是被吓醒了 真的是被吓醒了 因为整个天气太冷下雨 不是啦 是整个投票六周省局冷冷清清 很多地方出现投票战没有人 大家到了早上10点找高峰 星期六的早高峰 早上10点很多才20多%的人投票 所以呢 那个Admin Ali国门已经提早宣布了 就是星期一8月14号呢 我们Selango没有假期了 西蒙赢呢才有假期 国门赢呢没有假期 Admin Ali呢今天非常非常有信心 这个Selango呢他们是哪下他们是赢定了 假如投票大家都不出来投呢 Selango呢很大可能 巴朗卡利呢就是落入那个国门的手中了 只有国门的人在投了 那个火箭跟国阵的人不投了 等着换政府了 尽管就是雪州等着换政府了 阿斯明 Ali就这样子讲了 所以呢 没办法啦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投票呢 赶紧出来投 来 我们马上来outtake一点点今天投票的新闻 今天的这个六周选举呢 看来呢 人民是没有多大的那个兴趣了 啊 真的是 其实真的是很糟糕啦 这个自从西莱伦政变呢 我觉得是人民是很险啊 每个人还要花钱回来投票 不要你们要做官 你们做 你们做什么 你们喜欢什么 但是呢 现在不可以 你各位 那这个阿斯明 Ali呢 要做雪州大成了 阿斯明 Ali要执政那个雪州了 你现在呢 你不投也不可以啊 现在淋着雨 还有三个小时 现在三点多嘛 到六点嘛 淋着雨 我看你都要去投了啊 你看他非常非常有信心 因为这样的投票率呢 估计那个国门是赢定了的 六个州六比零 烧到干干净净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看 原本早上是很多人呢 但是你看才20多% 所以很多投票站呢 出现这个场面啊 第一次看见这样子的啊 尤其是季兰丹很大问题啊 季兰丹的人好像都没有回去投票了 大多数没有回 因为昨天那个highway嘛 你看那上次哈季节的时候 塞到27个小时日 没有啊 季兰丹 所以你们这些政客呢 你们自己玩这个东西呢 不要拉人民脱下水啊 人民不陪你玩了 人民对你们很闲了 从今天的这个情况呢 看得出那个人民的心底 这个雪州新骨毛的也没有 也出现没有人 然后这个啊 盛州开一个年轻人 这一个房间年轻人的啊 果然达了 而且还没有睡醒啊 年轻人也不跟你玩了 糟糕啊 所以你看 所以马上stop 所以这些政客 请你们马上stop 不要再什么洗来灯 不要再搞什么 这五年就stable下去 不要再有这样的东西了 人民很厌倦 人民很险了 人民很烦了 这其实今天投票呢 就看得出这个人民的心声了 我讲的是人民的心声了 你看人家现在不回 葛兰丹不回啊 葛兰丹今天今晚可能有惊喜啊 人家去看张学友 不看曹光友啊 早上曹光友 晚上张学友啊 然后这个Sumai Pellet这里呢 雪州的这个 哇 28.1KL 这个一定是给国门拿掉的 很难讲啦 因为Sumai Pellet是我的第二个家乡 可能现在大家才塞车回去 因为回去很塞车啊 可能四五点才有人投票 所以说不定啦 你看 掉到28.1KL 所以你看啊 到了 到了11点呢 一般上 你看 人家很多都是早早去投的嘛 早早投得早解决 然后可以睡觉晚上等成绩嘛 你看 到了11点呢 才这样低吧 到了1点呢 成绩好一点 有一些人放工了出来投一下 或者出来吃午餐的时候 投一下这样子 差不多上到4% 到了2点呢 大致上就到这里了 如果 接下来呢 没有改变 因为呢 人家C1 的投票率是达到最minimum 要达到70% 要达到70% 但是距离70%太远了 最理想是80% 80%呢 那就是比较能够反应现实 现在呢 你看 才差不多 不到达吉兰党还少过一半 到了这个2点 2点 差不多定大局了 到下午 恐怕很多人不来投了 所以现在不可以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 一定要出来投 你看这个 评论人讲的 好了 准备变天了 阿 阿 斯兰奥跟 阿 今晚换政府 不换政府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 Hand Parliament 选制议会 嗯 我不知道怎么出现选制议会 阿 因为现在是团结政府嘛 阿 所以呢 各位观众朋友 还是 短裤守护战 今天真的有人穿短裤被拒绝进入 后来呢 阿 拿出那个手册啊 那个选举法令 根据选举法令呢 是可以穿短裤进去的 阿 所以以后去投票呢 大概你要穿成这个 阿 女超人这样子进去 投了 阿 纯身包到丸了 戴着口罩了 阿 真的是 阿 现在呢 短裤呢 已经成为了这个 阿 到处都到处都搞这样的东西了 阿 所以呢 今晚呢 我觉得大家要接受现实了 如果大家都不出来投票 阿 他说你不投我不投 阿 你看我我看你 阿 那么今晚呢 可能大家真的要接受现实了 啊 可能要接接受 可能人家觉得哎呀 这个州啊很险啊 又塞车又 没有车飞回去又什么什么 啊 看看纪兰丹 看看纪兰丹 差不多是完丹 这样子 啊 其实纪兰丹呢 啊 很难说了 最关键呢 就是这个雪州 跟那个槟城啊 啊 等一下雪州跟槟城 啊 阿之命都讲到 阿之命讲他赢了咯 啊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阿之命会赢吗 啊 只要你不投票 我不投票呢 阿之命呢 很可能呢 他就要做雪州大城了 所以 来最后两个小时呢 大家呢 啊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大家呢啊 现在雨又突然间停了 大家呢 出来呢 啊 投一下票 不然呢 啊 以后呢 短裤呢 可以赚给老人认了 好了 所以现在是最后冲刺时刻的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呢 假如你是六州选民呢 你还没有投票呢 啊 如果你还能够去投的话 现在还能够去的话 尽量尽量去把这个票给投了 啊 这是投给他 这是投给他啊 投给他呢 让你的州呢 能够有更好的政府 啊 啊 不要生气 不要什么啊 不要说我不能投国政啊 还是我不能投国政啊 不要再有这样的心理啊 啊 记得不要给那个极端主义呢 不要给那个极端主义呢 指挣你的州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赶快啊 叫大家呢 能够投的 快点去投 好了 我们先简短说到这里 那今晚会陪大家看那个成绩 陪大家那个 那个开票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要投票 所以看到今天的这个 损举的冷冷清清的这个情况呢 大家什么 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